179 東方日報 華人封購澳樓任荒廢 2015年7月14日兩岸A25年不少中國人到澳洲買樓 為澳洲房地產監察機構表示 中國投資者過去兩年購買約4000間房屋 大部分都被空置甚至荒廢 令部分新屋苑變成人煙淼淼的空城 也成為當地居民的眼中釘 有經濟學家推測 中國投資者未來五年還會再購買億萬套房屋 到時將空城處處 中國人在澳洲買房但不入住 令大批房屋空置 互聯網圖片 澳洲傳媒引述葉內人設指 隨柴國投資額不斷提升 空置房屋數量也會不斷增加 大部分海外投資者購房時為了在澳洲投資 但不代表他們會遷入或出租 他們買房時為了升值 就算損失租金也毫不在意 習草重生居民眼中釘令有地產中介稱 許多擁有外國背景的 澳洲新居民會在富人區買房 但他們大部分時間環是居住海外 麥爾本 Fitz Roy Street一間房宅前年被一對亞洲夫婦扣入 但鄰居指他們從來沒有入住及出租 有鄰居形容 那時一間被遺棄的房屋 雜草重生 根本沒人理 他已經成為當地居民的眼中釘 另有居民只在同一條街道上環有另一藏無人居住的房宅 業主是兩名北京人 他們在前年以228萬澳元 約1300萬港元 扣下該藏房宅 中國投資者喜歡到澳洲買房 甚至斥具之扣入澳洲豪宅或建築 上海一名投資者今年3月花888萬澳元 約5100萬港元 買入墨爾本Colin Street一處以列為歷史遺產的地產 令中國一名神秘商人4月則以2500萬澳元 約1億4400萬港元 扣入墨爾本一套正在洞工的豪華頂層公寓單位 創後洲公寓市場成交價的新紀錄 本部綜合報導